7,6,5,4,3,2,1 果然人羽群发,你们都是政治的人 哈喽 天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转眼到了8月底 随着广大斯文区玩家们风花雪月纷纷毕业 马上就要发售的一切锁链 就成为了最近的热点话题 由白金工作室打造 并获得爱经9分 翻米同37分白金殿堂 以及MC平均88分评价的本作 预售价格是节节高升 加上媒体们试完评测推波助澜 前段时间320左右预购的朋友 不出意外的话 又是入手了一款理财有时 另外同天发售的《校园默示录》 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会冲着封面和截图 对本作产生浓厚的好奇心 但身为一名正直的人 我还是发现了表象背后的本质 《校园默示录》是一款2D人物 结合3D背景主打探索和装备收集的 横板过关游戏 玩家操作女主利用地铁穿梭在 新树 浅草 雀跃园 六本木等地区 挑战狮鬼和各种大型怪物 玩法其实类似低配版的雪屋 正直的内容真没看上去那么多 喜欢这种类型的朋友可以一试 而9月开始各平台大作蜂拥而出 Switch上也不例外 从第一周起各种类型各种题材接连不断 如果正好你和我一样是个杂食型玩家 估计钱包和干要双双阵亡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究竟有哪些作品在等着我们吧 3号以独特的卡通质感画面和绚烈的色彩 以及优秀的流程设计和幽默元素 曾在欧美玩家群中宏极一时 收入的系列初代二代和龙年三款作品 小龙斯派罗从然三部曲 将在当天正式登陆Switch平台 发布于90年代原作 曾是当时PS平台独占代表作品之一 系列累计销量超过千万 在经过彻底高精重制后 本作的色彩风格更加绚丽 活泼的经典音乐元素也得以保留 斯派罗的丰富动作与独特魅力表现更加强烈 重制版在原有经典玩法基础上 还对操作和系统进行了优化 使得游戏更符合现代玩家们的体验习惯 本作暂无中文不过影响不大 目前最便宜俄罗斯服售价约271块 隔天发售的火炬之光2 系列初代就曾凭借的独特艺术风格 成熟的职业与装备系统和耐玩打法轰击一时 继承了前作和暗黑2特色 系列第二作流程元素更加丰富 整体世界观架构也更加宏大 被许多玩家称之为暗黑2后 最值得一玩的美式ARPG游戏 但可惜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本作都与暗黑破坏神3撞车 PC版本还有着能够真正单击的优势 主机版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除非特别钟爱火炬之光的划分 一般情况下 此类型还是更推荐大波罗3 游戏全区中文支持1到4名玩家 目前最便宜墨西哥辅月和人民币139块 当天还有一款完全看不懂什么类型 名字不会念也不知道玩点在哪 但大家貌似都挺感兴趣的奇怪游戏 只大概听出本作是3D迷宫探索型RPG 游戏中有的超过80名以上的怪物娘登场可供收编 作为系列一大卖点独有玩法也得到强化 反正正值的人是不会感兴趣的 何况游戏还占无中文 目前只在日服发售 约合人民币190块 7号NBA2K20发售 作为生命力极强篮球年货 均目前的试玩反馈 这次2K20的画质和增速相比前作都略有提升 但其他部分进步有限 反正这种特殊题材类型 喜欢的朋友该买还是得买 无非是买哪个版本 或是不是要等到打骨折 游戏目前最便宜墨西哥服 售价约合人民币409块 而实地板约325块 不那么急的朋友大可观望 再多等一下 11号我在去年曾做过专题介绍 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黑暗宗教世界观背景 以及浓郁划分和残暴动作元素 众筹像书分动作探索类游戏 独神将在当天正式发售 独神无论敌我双方 刻画都起点分格强烈 玩家扮演的角色 会罪者将通过游戏中的丰富装备来提升能力 并手撕各种恶魔杀出一条血路 坦白讲 这就是我个人在9月期待的月度惊喜游戏 从去年预告亮相 本作的划分和战斗风格就十分对我胃口 只是希望难度上还能稍微亲民一些 目前游戏还占无中文消息 最便宜墨西哥服售价约合人民币174块 而隔天在去年亮相就获得大量关注 以大型机甲战斗配合卡通渲染风格 而别具特色DemoX Machina 机甲战魔就将正式发售 本作采用虚幻式引擎开发 独特的色彩风格配上机甲题材 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自定义系统也十分丰富 但在上半年早些时候 本作试玩版发布后 其中特别是在细节和手感反馈上的不少缺陷 也令玩家们纷纷提出了质疑 不过好在制作团队很快就给出回应 不但承诺会根据玩家意见进行改正 甚至作为平台独占 DemoX Machina还特意发布了一版试玩修正预告来展示诚意 对画面表现 游戏系统操作和手感反馈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这种效率和态度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就看正式版是否能令大家满意的 本作日港版中文 不过目前数字版价格都高得离谱 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建议购买实体版约375块 支持1-4名玩家 18号游层制作《秋之回忆》 Ever 17和《极限托出》系列的AVG剧本鬼才 《打跃钢太郎》 以及曾参与火闻英雄不再等作品 人设的人气插霸师小齐杨介 共同推出了推理冒险作品 AR梦境档案 即将与我们见面 游戏舞台设定在东京 玩家扮演主角 拨开重重迷雾 探寻一系列谋杀案背后的神秘面纱 打跃单纲 剧本质量基本不用担心 唯一要担心的是 届时千万别被剧透才是正经 另外本作标题就玩了一首文字游戏 AR分别代表了字面含义人工智能和日语发音爱 以及英语发音的眼睛三重含义 对应游戏中的三大主题 玩家将操纵主角利用AR眼调查犯罪 同时还能进入其他角色记忆来获取情报 本作数字版定价 各区普遍都超过了400 目前依旧推荐入手实体中文 售价约290块左右 19号 在年初直面会压轴经验全场 可能是不少玩家系列启蒙之作的 萨尔达传说梦见岛正式发售 在昔日原作曾充分展示老任游戏理念 通过简单按键组合 却能拓展出惊人的丰富玩法 以及浑然天成难度恰到好处的谜题设计 还有动人的剧情基础上 彻底重置了梦见岛 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黏土人风格 结合微缩景观划分下 一个仿如童话般梦幻的冒险世界 游戏数字不用多说 另外本作我个人强烈建议 别看攻略也千万别被剧透 只要花上一点点耐心 自己慢慢探索和打穿这款昔日经典的乐趣 真的会让你久久不能忘还 对了 还有一些种潜藏大量任天党梗 还是绝对会让熟悉的玩家们会心一笑 另外E30还公布了本作 加入了全新的地牢搭建模式 耐玩信赏也有了宝藏 老玩家们或是玩过2D版赛尔达作品 放心入手就行 新玩家们如果只接触或听说过旷野之息 相信我 本作会为你们展现出别样的赛尔达魅力 它或许没有野村那么广阔的世界 和让人拍案叫绝的自由度 但梦见岛一定会让你感慨 这款老任最下功夫 在游戏现场不遗余力打造的核心IP 赛尔达一出必属精品 同天由Level5和吉普利联合制作 并作为公司创建10周年纪念的游戏第一作 二之国白色圣灰女王将于当天发售 本作最大特色就在于结合 计时和回合制RPG玩法基础上 不但由吉普利工作室创作并负责风镜绘制 再配合90张的作曲 常为玩家们打造出一场 有如观赏动画电影般的美妙体验 无论画面音效剧情还是可玩性 以及世界观数字 本作的表现都属于上加水准 但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 虽然Level5在去年底刚表示会进军中国市场 但作为经典重置的本作依旧赞无中文 目前最便宜墨西哥服售价340块 实体版约320块 24号多人不对等在线对抗游戏 黎明杀鸡Switch版发售 游戏中玩家可以扮演杀手或逃生者 在阴暗压抑的环境中展开一场场生死追逐戏码 本作最大特色就是不但杀手和逃生者们 有着第一和第三人称不同视角 而且氛围塑造极其残酷紧张 尤其逃生者一方不但需要玩家们互相配合 在队友被抓时还得根据形式做出判断抉择 游戏全局中文目前最便宜墨西哥服售价278块 虽然黎明杀鸡很适合喜欢多人联机玩法的朋友 不过毕竟Switch版价格还是贵的些 而且我个人更终于这款隔天零点发售 旧瓶装心酒主打多人合作的新一代混逗罗流氓军团 新红逗罗采用多视角切换 并配合第三人称设计玩法 支持单机多人合作以及联机对战模式 虽然目前预告来看 本作的画质表现貌似一般 但火爆激烈的boss战和热闹多人玩法 还是非常值得一试 本作目前最便宜每幅286块 中文实体版售价约260块左右 26号经典日本国民RPG 勇者斗鹅龙10ES就将正式发售 本作前段时间刚刚推出了流程超长的实玩版 并且存档可以继承到正式版中 相信许多朋友一早就体验过了 作为在销量与口碑双赢的11代基础上 添加了大量新要素 并在细节和系统上都进行了优化 堪称真正完整版的11S 除画面表现因为机能不出意料地进行了部分缩水 本身的流畅度和体验 无论主机和便携模式下都优化得不错 虽然出现的实玩版中不少玩家被爆错强退的bug 但官方一早就发现并声明正在着手处理 王道剧情王道玩法 经典回合之战斗和游戏系统 也容易招致部分玩家觉得平平无奇 但系列发展至今成熟完善的细节叙事和综合表现 再加上DQ铁三角制作阵容的稳定发挥 正如同我在本作试玩介绍中所说 如果你只是听说过《勇者斗恶龙》 但有兴趣想尝试一下 那么极力带大成的11S 将是陆坑这个经久不衰日式RPG代表系列的最佳选择 游戏除日趋外皆有中文 目前最便宜澳大利亚服387块 实地版约325块 同天莱莎尔工作室《残爱女王》与秘密藏身处也正式发售 作为工作室系列最新作品 本作玩法将与系列前作有很大区别 无论材料收集物品调和还是战斗都会进行改变 而原本从不关心工作室系列的我 本来压根都没准备要讲这游戏 不过在群友们的疯狂案例轰炸下 我还是稍微看了一眼游戏预告 正直的人正没看出哪里好玩 好像战斗部分还不错 买了买了 游戏中文实地版约380块左右 另外生存动作冒险游戏 《绝体绝命都市4plus》夏日回忆也将在当天发售 本作和系列以往风格一致 玩家扮演主角在遭到超大地震袭击的都市中探索并设法逃出 本身四代在经历一连串的修改和版权更低后 从PS3直接跳飘到了PS4末期才最终上市 并且因为预算和制作能力有限 游戏优化上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截至目前也不确定Switch版是否支持中文 游戏实地版售价约380块左右 即使喜欢这一系列的玩家 也需要综合考虑下各平台表现再做决定 28号经典动作冒险游戏《二日与黑暗森林》正式发售 本次Switch平台上的决定版将在原作基础上 包含了新区域、新秘密、新能力、更多剧情 以及多种难度模式和完整回溯支援等等其他新内容 《二日与黑暗森林》是一款有如艺术品般精美画面风格 很多时候甚至玩家会错以为在观看动画一样的游戏 不看攻略下自己探索玩法非常容易令人投入 剧情设计和叙事更是行云流水制作的精良 不过游戏目前公布的细节不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后续消息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的下个月个人游戏购买和试玩清单也会在稍后发布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